那當時怎麼要到你帳號 到我帳號原因是在一個禮拜前 我收到來自Instagram Instagram的一封電郵 真的很像Instagram Logo也好 它下面甚至還有就是 這個網頁是secured by一個什麼什麼集團 你知道嗎 所以感覺就是很像一個真實的 他說提供給我藍狗狗 其實之前已經有人種過這個東西 但是這個東西沒有很多人知道 但是到我的時候 它會要你填寫你Instagram的 這個username 還有你的password 你提供了這個以後呢 它就可以high入進去你的帳號 而且如果你沒有打開雙重的這個 驗證的話 其實很容易就能夠high入 其實第一次七點多晚上 我就收到有人要登入我的帳號 然後我就點擊了這不是我 但是這一個我就以為安全的 沒想到九點多的時候 直接就是被踢出來 然後也完全點擊不進去 而且除此之外 它還就是發給我所有 因為我關注的人也有很多藝人朋友啊 跟一些我的親友家人啊 它每一個一個去發同樣的這個連結 然後我朋友來問我藝人朋友網紅 我收到從你發給我的這個連結 是真的嗎 應該不能點進去 我在這裡呼籲大家 千萬不要千萬千萬不要點擊進去 然後如果你發現任何很奇怪的一些東西 即使它上面寫著Instagram或Facebook之類的 那你都要清楚的去查看它這個連結 是不是跟官方的一樣 而且Instagram不會就這樣子給你藍勾勾 你知道嗎 對 真的 我是以前就是申請很多次 你知道嗎 就是因為也有很多那個假的冒充我的帳號這樣 但是其實藍勾勾真的很難拿到 Instagram真的不會就 就你這麼紅還是怎樣就給你 真的真的很難拿到 所以不要被騙 如果你要的話也是你自己去申請 才有可能拿得到的 對 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還蠻嚴重的